根据中共高级银行家和政府研究人员的消息 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面临严重的财务挑战 南华早报报导说 4月12日在广州的一个论坛上 中共进出口银行前董事长李若故说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没有钱支付参与的项目 他说许多国家已经负债累累 需要私人投资 他说这些国家的平均负债比率和债务比率 分别达到35%和126% 远远高于全球公认警戒线20%和100% 为这些国家的发展筹集资金将是艰巨的任务 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论坛上说 虽然许多一带一路项目是由主要金融机构提供资金 但是每年仍然有500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缺口 王一鸣说 一带一路项目的参与国负债率高 去年12月份 在短短几周之内 巴基斯坦 尼泊尔和缅甸 相继证实取消中国公司的重大水电项目 他们都属于一带一路计划 虽然这三个国家取消项目的背后各有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但是一个共同的因素是 这些贫穷国家越来越意识到 请中共修建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将令他们付出极高的代价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巴基斯坦水电发展局主席侯赛因告诉议会公共账目委员会 参与项目的中国公司规定了非常苛刻的融资条件 包括要求拿新建大坝和现有大坝作为贷款担保 而一旦无法偿还债务 借债国将面临把资产交给中共的困境 去年12月 斯里兰卡因为无力偿还沉重的中国债务 正式将他的战略港口汉班托塔港交给中共 外媒评论说 这是中共通过海外撒钱 实施帝国主义的一个例子 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在《日本时报》上撰文说 中共的贷款跟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不同 只投向那些具有战略重要性 具有长期价值的天然资产 比如 汉班托塔港坐落在印度洋贸易航线上 连接欧洲 非洲和中东 实质上 从一带一路中获利的绝大多数市中企 外企几乎无法共享基础设施建设的利益 《金融时报》报道 一带一路涉及34个亚欧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根据华府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 在承接项目的承包商当中 有89%是中国公司 只有11%是其他国家的公司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 中共的言行存在巨大的不一致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重揭亚洲项目主任希尔曼说 尽管一带一路的官方言论是开放的 但是它仍然是以中共为中心的努力 北京去年317楼市调控升级已于一年 楼市持续低迷 陆媒报道称 今年一季度 北京新房成交量同比暴跌50% 目前二手房甚至降下 也卖不出去 4月12日 腾讯网发表文章称 大陆这轮楼市调控已长达一年之久 目前似乎还没有放松的迹象 这轮楼市调控从北京开始 北京去年317调控新正义出台 全国各地跟着调控 据统计 在这一年里 全国有超过110个城市出台了超过250次的调控政策 而此轮调控让火爆的楼市吸火 以北京为例 来自第一太平戴维斯统计的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北京的新房成交量继续下滑 同比暴跌了50.4% 价格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了0.5% 此外 北京二手房甚至还出现了降价 也卖不出去的现象 第一太平戴维斯的高级经理李翔表示 今年北京楼市持续走低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调控政策的影响 在调控及严格监管的双重影响下 北京的高端住宅市场也将出现下滑现象 据公开消息 在官方调控重压下 北京楼市持续低迷 4月13日 凤凰房产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练家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之许晓乐表示 北京房价在结束了连续17个月的上涨市头后 连续9个月下跌 截至现在 累计跌幅已经达到了15%左右 据证券日报3月14日报道 北京二手房房价已经连续下跌9个月 成交量下调了一半以上 新建商品房住宅类合计调控后 一年签约23388套 同比下调幅度达到了48.7% 刷新了历史最低记录 自2016年9月底至今 官方持续进行楼市调控 并开启限购 限贷 限价 限售 限商 无限时代 但调控效果遭质疑 今年3月17日 智古趋势披露楼市调控升级一年来的真相称 在新房严格线下下谈房价指数没多大意义 而从二手房房价来看 一线城市房价为真跌 二线城市为楼市岸田柴货 三四线房价涨势如红 此前有市场人士分析 中共调控房地产只是短暂减缓房价涨速 但其对房地产和土地财政的依赖 则让房价泡沫风险加剧 正当中国大陆多地发生大批断友 驾车上街鸣敌抗疫事件之际 海外网络流传一张疑似 中共官方文件的图片 直网传中共当局已撤销 对内涵断字的封杀令 不过 有观察人士指出 图片上的文件从字体到行文风格都存在若干一点 最近两天 因中共广电总局下令封杀了一款号称用户多达两亿的内涵断字APP 导致大批断友 驾车上街抗疫鸣敌示威 更有消息指 一度有数百辆辆汽车包围了中共广电总局 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与热议 正当海外的讨论热闹登场之际 由海外中文网站曝光了一张图片 称中共撤销了对内涵断字的封杀令 消息说 断流这种无阻之但又有强大动员力的快闪式机会 是政府难以镇压和禁止的 因此中共可能因害怕这样的事件演变 而选择了撤销封杀令 不过 有海外观察人士指出 从网络上曝光的图片来看 这份公文存在诸多一点 首先 按惯例 中共官方公文的规范是使用三号字 一般字体选用访送体 而这份网传的文件的字号和字体都不符合中共政府的公文规范 此外 图片本身也未完整展示其落款数的日期和公章 公文内容本身的行文风格 潜似造句 都与中共官府公文的一贯作风大相径庭 因此 这张图片很可能只是网友制作的恶搞信息 据此前公开的资讯 中共广播电视总局今年4月10日发文 则令今日头条网站永久关停内含段子客户端软件及公众号 并全面清理类似视听节目产品 4月11日凌晨 今日头条创始人 CEO张一鸣发表了关停内含段子的致线信 随后此事不断发酵 因内含段子被封而大使所望或愤愤不平的断扭们 迅速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抗议行动 驾车到敏感的公众地区集体鸣笛仪式抗议 4月11日凌晨 大量私家车续集在西城区广电总局门口前鸣笛抗议 要求广电总局对封杀内含段子给的说法 有网友爆料称 至凌晨9分时 北京广电总局门口已经停了700多辆各种型号的轿车 此后 驾车鸣笛抗议的活动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的多个大中城市 断扭们除了鸣笛抗议外 还聚集在公众场合 其唱在人间等歌曲一状声威 还有人打出了天下断扭一家亲 断扭有蓝八方之缘等标语 不过外界注意到 虽然内含段子微信公众号 内含段子微博 内含段子百度贴吧 内含段子官网等现在已经被关停 但是网络上又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断扭之家吧 内含家园 断扭会等新的平台 中断有一次正转战地下 有分析指出 内含段子断扭们有限下强大的组织力 网友群体庞大 用户以年轻人为主 断扭会现在几乎覆盖了大多数地集市 网友们有一套自己的暗语体系和识别标志 这种组织化的力度和光度让中共恐惧 该APP已经发展出早期政治组织雏形 这是中共所忌惮的 这才是中共关闭内含段子的根本原因 网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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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宫官员说 总统非常尊重安倍首相在东北亚安全议题上的看法 他当然希望了解安倍是否还有其他想法 因为川普政府正准备5月底或6月初川普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首次会面 安倍此时访美 外界预计将继续与川普磋商维持最大限度的对潮施压政策 白宫官员说 川普会 贸易法第232号研究贸易法第232条条款对钢铁合铝产品进口实施限制措施日本未获得豁免 外交政策引用日本产业领袖的话说 他们认为华盛顿正试图将钢铁和铝关税作为更广泛的贸易谈判筹码 目前 韩国获得美国钢铝关税豁免 但据传在美韩自贸协定重新谈判中韩国做出大幅让步 日本经济新闻引用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的话说 日本坚持不为获得钢铝关税豁免而在农业等其他领域做出让步的立场 即使川普要求启动美日自贸协定谈判 日本也不会同意 4月12日 川普指示高级官员研究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的可行性 随后发推文表示 要重弹的TPP协议比奥巴马时期更好 才会重新加入 并指出正在跟TPP最大的贸易国日本谈判 日本多年来在贸易方面很大程度的冲击美国 但双方也可能找到共同话题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 作为补偿 日本将在对华贸易政策方面与美国保持一致步调 避免对立 日本也面临在华日起被强行要求技术转让问题 所以日本考虑与美国共同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 讨论美方的提案内容 之前 已有媒体报道 美日将在4月18日的世贸组织会议上提出制定数据贸易新规则的提案 抗导数据自由贸易 以牵制中共侵犯知识产权的做法 有日美关系相关人士表示 此次日美首脑会谈至美国应日方要求安排 即使会谈无法取得显著成果 至少可以将写出日美之间的亲密关系 今年一季度 北京的新房成交量继续下滑 同比暴跌了50.4% 价格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了0.5% 此外 北京二手房甚至还出现了降价也卖不出去的现象 第一太平戴维斯的高级经理李翔表示 今年北京楼市持续走低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调控政策的影响 在调控及严格监管的双重影响下 北京的高端住宅市场也将出现下滑现象 据公开消息 在官方调控重压下 北京楼市持续低迷 4月13日 凤凰房产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链家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许晓乐表示 北京房价在结束了连续17个月的上涨市投后 连续9个月下跌 截至现在 累计跌幅已经达到了15%左右 据证券日报3月14日报道 北京二手房房价已经连续下跌9个月 成交量下调了一旦以上 新建商品房住宅类合计调控后 一年签约23388套 同比下调幅度达到了48.7% 刷新了历史最低记录 自2016年9月底字幕 根据华府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 在承接项目的承包商当中 有89%是中国公司 只有11%是其他国家的公司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 中共的言行存在巨大的不一致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重揭亚洲项目主任希尔曼说 尽管一带一路的官方言论是开放的 但是它仍然是以中共为中心的努力 北京去年317楼市调控升级已于一年 楼市持续低迷 陆媒报道称 今年一季度 北京新房成交量同比暴跌50% 目前二手房甚至降下 也卖不出去 4月12日 腾讯网发表文章称 大陆这轮楼市调控已长达一年之久 目前似乎还没有放松的迹象 这轮楼市调控从北京开始 北京去年317调控新正义出台 全国各地跟着调控 据统计 在这一年里 全国有超过110个城市出台了超过250次的调控政策 而此轮调控让火爆的楼市吸火 以北京为例 来自第一太平戴维斯统计的数据显示 根据中共高级银行家和政府研究人员的消息 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面临严重的财务挑战 南华早报报道说 4月12日在广州的一个论坛上 中共进出口银行前董事长李若故说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没有钱支付参与的项目 他说许多国家已经负债累累 需要私人投资 他说 这些国家的平均负债比率和债务比率 分别达到35%和126% 远远高于全球公认警戒线20%和100% 为这些国家的发展筹集资金将是兼具的任务 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论坛上说 虽然许多一带一路项目是由主要金融机构提供资金 但是每年仍然有500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缺口 王一鸣说 一带一路项目的参与国负债率高 去年12月份 在短短几周之内 巴基斯坦 尼泊尔和缅甸 相继证实取消中国公司的重大水电项目 他们都属于一带一路计划 虽然这三个国家取消项目的背后各有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但是一个共同的因素是 这些贫穷国家越来越意识到 请中共修建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将令他们付出极高的代价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巴基斯坦水电发展局主席侯赛因告诉议会公共账目委员会 参与项目的中国公司规定了非常苛刻的融资条件 包括要求拿新建大坝和现有大坝作为贷款担保 而一旦无法偿还债务 借债国将面临把资产交给中共的困境 去年12月 斯里兰卡因为无力偿还沉重的中国债务 正是将他的战略港口汉班托塔港交给中共 外媒评论说 这是中共通过海外撒钱 实施帝国主义的一个例子 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在日本时报上撰文说 中共的贷款跟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不同 只投向那些具有战略重要性 具有长期价值的天然资产 比如 汉班托塔港坐落在印度洋贸易航线上 连接欧洲 非洲和中东 实质上 从一带一路中获利的绝大多数市中企 外企几乎无法共享基础设施建设的利益 金融时报报道 一带一路涉及34个亚欧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项金 官方持续进行楼市调控 并开启限购 现代 现价 现售 现商 无限时代 但调控效果遭疑 今年3月17日 治古趋势披露楼市调控升级一年来的真相称 在新房严格线下下谈房价指数没多大意义 而从二手房房价来看 一线城市房价为真跌 二线城市为楼市岸田柴货 三四线房价涨势如红 此前有市场人士分析 中共调控房地产只是短暂减缓房价涨速 但其对房地产和土地财政的依赖 则让房价泡沫风险加剧 正当中国大陆多地发生大批断有 驾车上街鸣敌抗议事件之际 海外网络流传一张疑似 中共官方文件的图片 直网传中共当局已撤销 对内涵断字的封杀令 不过 有观察人士指出 图片上的文件从字体到行文风格 都存在若干一点 最近两天 因中共广电总局下令封杀了一款 号称用户多达两亿的内涵断字 APP导致大批断有 驾车上街抗议鸣敌示威 更有消息是 一度有数百亮亮气